好,那我们今天要跟你分享这一个云端版的工具 因为可能它的字有点小 而且你们可能也不太方便操作 因为这还蛮简单操作的 这个ETL大概是目前我看到最简单的一个操作方式 它要先写到写一些层次的逻辑而已 决定说我只要有一个简单的判断 我要拿一栏做什么事 你只要会那个简单的逸不于法 而且不是打字,是选择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它这个工具的操作还蛮简单的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去看一下 这个工具叫做Cloud Data Print 这个Cloud Data Print 它的操作方式 这个时候秀一下给各位看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建议是使用Chrome 使用Chrome来去操作 我觉得会比较容易 还有比较简单 因为我试过Suppery 它说它要支援到最新的版本 那我现在我就直接进入到这个网址 HTTP 这个就是云端版的Data Print 好,所以进入之后呢 它要求我去输入 就是用Google账号登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今天我要去做资料的一个转换 资料前处理 那这必须要先把资料 例如说放到一个指定的地方 然后甚至你转好资料 是不是一样要放在 例如说一个网址 这个Google公司它本身有提供这个硬碟的服务 所以变成我全部都是使用Google 包含这个APP 它也是Google公司 但是它其实是找别人来去开发的 那我现在就先登入 登入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因为这个资料我已经处理过了 我还是简单的秀一下 你一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你要使用Google公司的硬碟记忆体 所以它可能会问你说 麻烦钱你先注册 而且一定要有一个信用卡 然后它给你第一年300美金的免费使用 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使用到 因为我现在所使用的这一个 就是Cloud Data Play 是免费版 是不用钱的 那我接下来呢 怎么操作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先建立一个Flow 建立一个专案的流程 例如说我这专案流程 我叫做 我已经上网去下载好了几个档案 例如说我去下载台湾人口统计好了 那我就建立一个人口统计 那我就建立一个Flow 然后建立 建立好之后呢 它会要求就是说 你先把你要去准备做资料前处理的档案上传上去 那当然也可以直接透过它的GCS 就是Google公司的云端硬碟 Google G就是Google CS就是Cloud Server 它的云端硬碟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因为我是把资料放在我的随身碟里面 所以我这边Import Database 然后上传 那上传的档案 我可以一口气上传多个 因为有时候那个开放资料可能会有很多个 你会一口气全部都上传上去 那我现在我可能只能介绍到两个档案的一个结合 我们来观看一下怎么做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先把我的资料上传上去 四个档案 103年104年105到106 这四年的一个年底人口统计 好,当我上传上去这四个档案的时候 它这边分别 分别哦 它都可以让我去看里面的内容 好,让我们去稍微检视一下 是不是上传成功 上传成功之后呢 我这边Import and Add to Flow 我等于就是说 把这四个档案全部都丢进去 这一个我刚设的flow 叫做T People 然后接下来这边里面现在有四个档案 因为我刚上传四个档案 然后这边接下来我就要透过一个recipe 就是一个等于是说我创作的一个语法来去控制 好,也就是说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我现在要进行所谓的一个资料的处理 好,我先点它 点了它之后呢 我要去编辑这个recipe 好,稍微注意哦 这个是103年的资料 然后它这边 它这边 它会 等一下的输出 它会变成说 它跟这个名称是不一样的 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我就先点一下编辑recipe 因为ETL最重要 你看刚一下全部就把资料读入进来 这应该是还蛮容易做的 可是现在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你要看得懂 这个图是在做什么 这就是我所有的资料 例如说这里面 它是显示说 这里面只有一种资料 这一种资料呢 全部都是103 好,因为在这边 我看到我的一个栏位名称就是统计年 就是103年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会看到有几个比较特殊的 例如说全部都是这个绿色的 可是就有一个红色跟黑色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写ETL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先去看一看 里面的miss match资料多少 还有那个missing data多少 那这边它全部都做好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把这些资料处理掉 好,也就是说像这个missmatch的资料 有一笔 好,我点它 那点它之后呢 我可以直接在这边看这一笔资料 它就说 因为这个开放资料 内政部提供的开放资料 它有英文的栏位名称 有中文的栏位名称 其实这个中文的栏位名称 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它直接删掉 那怎么删 删掉很简单 这边它有几种建议 这边是suggestion 第一个就是删除 第二个维持原状 好,那如果我要删除掉 因为我标题不需要 栏位名称不需要那么多 对不对 好,我就可以直接点 add 就是我同意这一笔资料 这一列的资料全部都删掉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还有黑色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黑色 又是代表什么意思 点一下它 那很多公家的资料 它都会在最下面做summary 这summary其实都跟我们原始的资料是无关的 好,我们要计算试据化分析的资料 其实不需要这些资料 所以我一样也可以把它怎么样 delete 好,直接点add 好,这样就直接删掉 然后曾经做过什么事 这边稍微注意一下 好,接下来呢 像这个没有那个黑色跟红色了 这边也没有黑色跟红色了 这边呢 有红色的 有红色的 那我们当然去看一看 因为它会自动去比对出来说 这里面都是数字 而且数字是合理的数字 它还会去说outlier有多少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这边我们还可以详细去看 这里面有一个叫做column detail 它就会直接告诉你说 这里面miss match有多少 missing有多少 甚至outlier 直接把你分析出来 那你就去想一想说 有没有可能会有outlier 好,那我还是要回到刚刚的画面 然后接下来呢 刚刚是不是有两笔那个红色 两笔红色 所以点它一样去看是哪两笔 这边应该放的都是数字 它这边告诉我的 这个图要看得懂 通常那个人口的一个分布 由大到小这样子排列 然后这里面会有点点点 所以这两笔资料可能也必须要删掉 不然的话 这两笔资料是无法计算的 好,直接点A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边全部都正常了 我通常做这些事情 我会点这个color 然后去看说 哦,原来这边全部都正常了 全部都正常之后呢 我暂时先离开这个地方 离开这个地方 其实应该还要再继续做了 还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做 我就先做第二个 所以第二个是不是也可以做相同的这些事情 第104年 人口资料是不是也要做这些事 所以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刚刚只是做了很简单的 这些missing data的一个删除 然后接下来这个黑色的资料 黑色 这无关相关的资料统计 然后接下来这边 好,那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个很棒的工具 就是说它有非常容易的那个语法控制 好,等一下我会介绍到combine 可是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它更棒的地方是 例如说假设我要去做sprint 好,它会自动判断 例如说你看在这边 我选我不要那个前面的什么是 我只要后面那个行政区 你看是不是全部都帮我算出来了 它会自动侦测 它会自动侦测 自动侦测 甚至有些人还会去统计 所以后面这个区多还是相多还是正多之类的 好,那我这边我便不是要讲 这些都是它在产品介绍的时候都有讲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它自动很快的帮助你去做一些sprint 对,然后再接下来呢 这个档案你看我是不是也做完之后 做完Transfer 所以这个档案现在处理的很干净 可是通常我们在这个地方 会希望怎么样呢 这是103年,这是104年 当然我们会希望把这两年资料合并在一起 怎么合并呢 在这个地方 我先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这是103年 所以我希望这个地方再去写一个recipe 然后去做什么事呢 去做 你看这边有一堆的 他已经帮我们写好的语法 那我现在要做的不是join join的话是横向的一个发展 我现在要去做的是union union 然后这边就是现在我的这个资料 有这五个栏位 然后接下来我去add资料 我是不是刚103年 现在他把那个另外一个档案 有recipe的档案 有做过的recipe 有处理过的recipe的档案 放在这个地方 好 加进去 然后你去看一下 现在变成就是说 把103年的资料 跟104年资料union在一起 好 所以我就直接去加进去 那你去看一下 当他经过处理之后 这边他就变成 本来只有103年或104年 现在我用我是打开103年 把104年资料加进去 这边是不是就变103到104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那当然这处理的速度 其实都还蛮快的 蛮快的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 假设我今天我有100个档案 我100个档案先全部都丢进来 丢进来之后 然后让他去跑 那接下来 接下来 我觉得更重要的件事情就是 我这个档案 我已经合并 记住说合并是在这个地方 合并在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 我是不是要去做一个 输出的动作 输出的动作 它在这个地方 然后应该是run 就是点这个 然后去run job 例如说在这边 他就有讲说 我可以去建立一个csb 建立一个csb 它叫做tpeople 这tpeople是我刚刚答的 tpeople103n什么什么的 然后最后是csb 好我就去run 当然也可以去编辑修改 好所以我去run 这个job run 这job 它其实在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如果有兴趣去看这个job的话 好我们来去看 如果我们自己写 其实 其实 我有去稍微看了一下 等一下 这边 我们来去看一下这个 data flow的job 例如说 它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等于是说 要把很多檔案 并行来去处理 而且光是这个部分 光是这个部分 你点这个往下箭头 它其实是包含很多很多的内容 它不是只有做一个动作 然后它这一个地方 它做了什么动作 它这边大概会有显示 比如说它可能要先侦测 我这个档案 总共现在有多少笔 要准备做输出 所以它要先去做一个评估 然后接下来它这边 它要再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检查内容是什么 然后再接下来 我就不一一去讲完了 因为光是这些动作 大概每一个动作 全部都必须要写程式 而且我曾经看过 就是说 例如说 英文名字好了 英文名字它有空格 很容易会产生 不正常的情形 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可以利用 这种ETR工具 把我们自动去把一些不用的空格拿掉 还有那个日期的处理 地名的处理 它这边Sprint都写的还蛮智慧化 因为它是标榜 它是用人工来去判断的 好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就 因为其实它这个执行动作也很快 大概两分钟三分钟 应该就整个都处理完 我现在重点是要讲说 这个是 这边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Cloud Data Play App 这是App的地方 这边是Google 这边是Google的硬碟空间 好 怎么样到Google硬碟空间 因为它现在还在跑 还没有止止 跑完之后它会放在 你看我在这个地方我直接切换 切换到我们专属的Storage Storage 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存放资料地方 然后其实你在一刚开始的时候 它就要求你先申请一个专案空间 来去放这些资料 点它 它设了一个很长很长的 它就是用Google公司提供给你一个放在远端 放在云端的一个硬碟空间 就是这样子一个名称 然后接下来呢 这是我的电子邮件 然后这个电子邮件 资料夹下面 请注意是这个地方 Job Run 这个Job Run 是刚刚我不是有丢出去一个输出的工作吗 就是这个Job Run 然后接下来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多一个叫做 Peple103 点它 刚刚那边因为还没有做完 我只是要快速让你知道一下 最后最后它就是我们要到这边 到这边来去找 然后它 我最后我要的不是Json格式 我要的是CSV Json它是把它结构放在这个地方 这边只有结构 这边只有结构 因为它刚刚这边资料还没有跑完 就是这个地方还在跑 最后跑完就会产生一个CSV的档案 好 这是这套工具 这套工具还可以再继续结合 继续结合 然后去看了一下之后 觉得它的使用还蛮容易的 然后提供给大家来去参考一下 这个就是云端版的ETL工具 来帮助我们去做资料的转换 那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它不晓得它要跑多久 所以我就不去等了 好 不过最后反正就是你要收割 ETL完毕的成果 它就在我们的Google Storage里面 好 那这个工具的使用 我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后面的时间我就交给老师了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